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下内容 王一博的影响力飙升 一个代言一个推广大使 全球推送 王一博的影响力不再拘束于国内 而是国际 是的 没有听错 今年的王一博的再度发力 前有拿下法国鳄鱼的全球代言人 携手相冒和猛厄 闪耀巴黎时装周 全球推送 现有担任奥运会资格赛的推广大使 在全球刷脸 成为我们的门面担当 让国人骄傲 巴黎时装周刚结束 王一博无疑是热度地带 法国鳄鱼持续更新海外动态 国内外同步进行 一波接一波推送 横竖都是王一博 各大平台都在刷脸 王一博的市区热度持续飙升 由此可见 法国猛厄是不惜余力地在推送王一博 因为官宣后 他们的尝到了王一博效应带来的颇天的富贵 特别是王一博上身过的单品 出现断马断货的情况 更是让他们应接不暇 感叹王一博的带货实力和影响力 从巴黎回国后 法国鳄鱼的一系列操作 有序进行 这个专注于法国网球和高尔夫的时尚运动品牌 没想到会签下王一博 为他们的品牌注入了这么的活力 前有相耐助力 后有法国鳄鱼高规格待遇 让王一博在国际影响力不断飙升 可是论厉害度 还是这次王一博出任奥运资格赛推广大使 这并非我们吹捧 都知道巴黎奥运资格赛系列举办的城市 全球就是上海跟布达佩斯两个城市 而王一博担任上海的推广大使 无疑是国际性的头衔 这个含金量不言而喻 这可不是一般人可以获此殊荣的 选择王一博作为推广大使 是对他的形象和影响力的认可 很多人羡慕不已 同时也不得不认可一点 除了他 放眼望去 无人可以担此重任 有影响力的 在体育圈没有强项 在体育圈有名的 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却不行 而唯有王一博 再合适不过 带出圈的街舞 滑板 更是奥运会新增项目 需要大力的推广宣传 而王一博无疑是推广小能手 成为中国街舞的一大转折点 他的贡献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 哎呀 巴黎时装周 让王一博在法国乃至全球时尚圈的热度飙升 在随之而来的奥运推广 王一博无疑是走向国际性的刷脸 不愧是我们Z世代的门面 为他感到自豪 我是小肥妖 吹捧王一博从不来虚的 主推一个货真价实 我们无需低调 左手一个香奈儿 右手一个法国鳄鱼 运动系少年的优雅与浪漫 王一博这次可谓是给我们争光了 更重要的是奥运资格赛推广大使 更是上了一个台阶 这才是我们点赞支持的地方 哎呀 夸不完 根本夸不完 抑制不住的欣喜 题外话 小肥妖欣赏王一博 是他带来的情绪价值是稳定 且具有价值的 他身上具有时代性 具有责任和担当 他如今上交给国家 特别是这个分量很重的推广大使 粉圈都保持低调 内心在狂喜 有种骄傲来自于王一博 带着飞的节奏 很多人说看到这个推广大使的时候 都在惊叹 王一博好牛 其实不足为奇 他是职业摩托车手 带着街舞出圈 带动全民街舞的同时 还在海外的影响力开始扩展 好了 也许多年后你会感叹一句 追过的星 越来越闪耀 王一博创下的辉煌 可能是他成为巨星的路上 浓墨重彩的一笔 小肥妖有幸和各位摩托大军一路相伴 走过这一城 一个具有时代性的明星 我们有幸一路见证 也许我们生活有各种不如意 可是每次看到王一博的时候 总会充满欣喜 让自己开心 这才是重要的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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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